早在前几个月月云鹏就在直播时说过 要跟德云社其他几个师兄弟成立一个相声研习社 集思广义全力创作新的相声作品 但几个月过去月云鹏却一直在忙碌着 而相声新作品却一直没有消息 近日月云鹏在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写了一段适合跟张赫伦一起演的节目 图片中网友们也看到了作品的名字 歌声飘过30年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期待两人合体演出 还有网友特意爱特了孙月和狼赫燕 表示不是挑事 换我我忍不了 张赫伦随后也转发了月云鹏的动态 并表示已经开始幻想节目成功后的喜悦了 不得不说看到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张赫伦莫属了 众所周知张赫伦可以说是德云社公认的创作鬼才 各种小曲小调可以说是线手拈来 流行歌曲那是更不用说 特别是改编歌曲 任何歌曲从他的嘴里唱出来后 想必大家都忘记了原唱 因为改编歌曲张赫伦还获得了德云社坟王的称号 还被网友编了一个段子来形容 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心坟 一坟接一坟 坟坟挨着张赫伦 不少网友看到新相声的名字纷纷猜测 这是坟王再次出山了吗 不知道这一次德云社哪位又要被改编到张赫伦的歌里 网友们也更加期待月云鹏和张赫伦的演出 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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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打算 以后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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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ja 订阅 我们的期待